大家好,我是Middy哥 今天會介紹一套軟件叫AbleTone Live Sub Suite 其實我以前是用Logic,用Mac機 不過後來轉了Window就可以轉了AbleTone Live 我以前曾經做過Sound Engine 發覺AbleTone Live非常好用,無論是Middy 本身非常好聲,加上錄音也很方便 加上Push Tool可以說是無往而不離 什麼Push Tool呢?我之後可能有機會介紹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講解 今天會介紹一下AbleTone Live的基本設定 以及基本介面 大家好,我們現在開始了 首先看看AbleTone Live Sub的介面 其實它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這個 我們叫做Arrangement View 第二個就是Session View 其實Arrangement View 跟傳統的DAW的介面類似 什麼叫DAW呢? 傳寫Digital Audio Workstation 簡單來說是一些專業的錄音軟件 都是由左至右線性的 你看到上面呢 其實這裡有些數字 代表它的小節數 Player的時候就是左至右錄 OK? 但是一般的DAW呢 這個會在左邊的 就是這些樂器名 音櫃 它在右邊 每個軟件都想自己與別不同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Session View Session View 就特別一點 它基本上是AbleTone Live 專用的強大功能 如果配合Push的話 基本上可以說是非常方便 而且自由 簡單來說它把所有聲音 可以選擇一下 一個一個 長方形 這樣 你按哪個就出哪個 對了 它也可以在這裡 Play 一打橫整行Play 1 2 3 4 5 6 整行整行 這樣可以 左至右也可以 你隨便Play幾個也可以 非常自由 我先簡單點 介紹一下這個介面 讓大家可以運用 那麼 第一樣東西 你會見到 上面 有一排東西 這裡有一排 其實這些都是傳統DAW 例如拍子 錄音功能 播放停止 但是你會見到 它這裡有兩組 這個其實Session View 用來做Overdub 我之後再講解 這個當然 很簡單 就是用指筆 來畫音櫃 這個呢 基本上 如果你開了它 你就可以用你的 鍵盤 電腦的按鈕 我其實設定了 鍵盤在我左手 你就可以用電腦的鍵盤 來Play 當是琴 其實MIDI的鍵盤也不用 不過我也是用MIDI鍵盤 因為不方便 OK 這個鍵 其實就是Mapping 有些人喜歡Mapping 有些人不喜歡 看你們喜歡 即是看你們個人喜好 我用Push To 來做Mapping 即是它本身的Mapping 當然你 有自己個人的筷子 可以設定過 首先 這裡 這個介面 其實你看到大部分的聲音 都是放在這裡 所以這裡就是一個放聲的介面 那你在這裡移動的時候 你會發覺 左下角的字 不斷地變 其實左下角 就是一個說明功能 當大家有不明白的時候 可以去看看左下角 說了什麼字 你就會知道它的功能 就算你去聽我的教學 或者網上的教學 都不及你親身去做 以及去看這個Menu 是重要的 我相信 有用軟件 即不一定是音樂 有用軟件的朋友們 都很習慣 這樣一個F1 去說明 它會直接展示出來 OK 那這裡 看到有個燈 這個就是一些Grooving 你可以在這裡 拿出來洗 之後有機會再講解 OK 那這裡 通常 我們會展示一些樂器 或者MIDI Editor 跟平時我們用的 錄音軟件一樣 這個我之後會講解 我們先看看這裡 有些黃燈 灰燈 按了Io 按了Io 如果有六個音 或者用其他元件的朋友 都知道Io 即是Input和Output Input和Output 所以你會看到 它會開到這裡 即是Assign去哪個頻道 OK OK 那 R OK 你看到這些是Return 對 那將來講解 什麼叫Return M 其實是Mixer 來的 不過呢 我覺得這個View 其實M 不是太大用途 但是 等一下我在另外一個View 我會講一下 對 那最後這個當然是Delay 那這裡呢 如果你發覺 哎 什麼都沒有啊 那我怎麼搞啊 你可以嘗試打開了黃燈 看看有沒有你要做的選項 那接下來呢 那接下來呢 去一個Session View 那你見到這裡呢 Arrangement View 左下角有說明的 OK 留意一下啦 那拉過去的Session View 你去鍵鍵 去Session View 亦都可以按你Window的Tap 鍵 OK 那我剛才按的Tap 鍵過來了 那其實呢 Session View 相對是Ableton Live 不可話缺的一個介面 那當然你也可以 可以就這樣用Arrangement View來錄音 但是Session View 非常適合DJ 或者劇場的音樂人員 那我最近都接了一個劇場來做的 那是一個 就是我們叫做舞台劇啦 那舞台劇有時候 我們如果配合Push 2 非常好用 不過我就沒有用這本 我用我一本身彈結他 那次呢 就用CAMPER加電結他 那 不過我現在講解一下 這個Session View 你會看到 左邊的聲音是沒有變的 下面的介面都沒有變的 變了就是這裡 OK 那 這裡呢 你按了回來Session View 你會發現這裡的東西 其實都在這裡 但是多了一點 對 什麼意思呢 其實Session View的功能是強大些 它又可以當Mixer 這樣用的 Io 依然都是Input Output 你可以設定 進去哪個頻道 出哪個頻道 Send 就是Send 就是Send 那Send 就是把這個鬼的音訊 輸出去 譬如說 有時候 你做Grouping 把所有的音訊 設定在一個頻道 譬如說 古早 那你再在古早上做Editing 相對方便 沒有那麼混亂 那 Return 就是這裡 那就是Return 回到哪個頻道呢 是不是 那 或者 Return 是Audio 去回Master 就是直接走了 這個就叫Return 那Mixer 就大小聲 左、左、右 對 這些都很常見 那就是Delay 那 那最特別呢 這個呢 我們叫Show High Crossfader Section 其實簡單來說 就是 就是我們這個A、B的聲音 到底是左 還是右 那我們之後呢 都會講解一下 可以用這個Crossfader 都可以做到一些特別的功能 對 那 那 今天呢 這個介紹就到這裡 那我之後 下一課呢 我會跟大家講解一下 到底它怎麼拉那些聲音過來 那些聲音怎麼聽 沒有用的 多謝各位 進去